11月4号 南通交巡警高速三大队的交警拦下了一辆套牌车 随后对这个牌照进行调查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因为在此之前有18辆不同的车套用过这个牌照 我们来听听驾驶员怎么说 被交警拦下的是一辆帕萨特轿车 打开车门发现车座上的包装还没有拆开 是辆新车牌照强制保险标志 检验合格标志一应俱全 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 但就是苏JEU433牌照暴露了他的身份 上船围单的时候 发现这个车子驾驶员规定 既安全带 我们根据这个牌照输入 发现这个牌照是假牌照 一查这个车子在我们这儿通行记录有十几次 全部套下了这个牌照 而且所有的车型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向大队领导汇报 我们对这个车辆 我们就在内部进行了一个采取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措施 那么今天下午 那么这个嫌疑号牌又在我们的辖区外面内出现 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到路上布控 把这个车辆接下来 在交警部门的车辆轨迹系统里 记录了最近一个多月 共有18辆车车使用过苏JEU433这个牌照 北交警拦下来的驾驶员叫张玉彤 是严城一家汽车销售公司的员工 他对使用假牌照和相关假标志的事实 共认不讳 张玉彤说 由于上海大众的车车在上海的销售价格比严城便宜不少 所以他们公司就使用假牌照 把新车从上海开到严城再进行销售 上海过来的 上海开到严城去 如果说用大车拉的话 你这一辆车平均下来的成本你能知道最好 一千多块钱吧应该 一辆 那你自己开的 几百块钱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 保险标志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 扣留该竞争车 除两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这个新的车辆在没有上临牌和交相关的保险之前 上路一旦发生意外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另外作为企业控制运营成本 这无可厚非 但这不是违反交通法规的理由 如果一旦触及到了这个红线 那肯定是处罚没商量